配合九皇椰蛋森美兰瓜拉壁劳西天宫 再次打造堪称全国最大的巨型龙箱 这三只79尺也就是24米高的巨型龙箱 耗资33万令吉专门打造 妙方昨天晚上举行典箱仪式 却遇上了亲朋大雨 不过上信和游客仍然撑起了雨伞 在雨中参与其盛 瓜拉壁劳西天宫九皇大地庙 昨天晚上在大雨中点燃了三只巨型龙箱 妙方估计这场活动吸引了超过万人参与 即便下着大雨也交不惜参与者的热情 在点香仪式开始前 西天宫外的车龙已经长达好几公里 不少民众把车子驳到数公里外 选择步行到西天宫见证烧香仪式 当中不乏一些特地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游客 现在我看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了 开到好多烹泉 还有老板现在弄的大箱 这么高的大箱 我第一次开到真的 所以我比较早就过来 为什么每年一次的我必须要过来参加了 所以我开到这个规模 这么多华人在一起 把中国的文化保留得这么好 中华文化 这个西天宫还有介绍那个香 所以我们觉得很壮观 因为很少看到这么高这么长 还很好看漂亮 这三只成功进入马来西亚 记录大全的巨型龙香 早在四年前就已经下定 每只龙香高达79尺 重达10吨 早前还动用了大型托格罗里 从如佛运送至瓜拉壁牢 价格大约33万利吉 在点燃之后预计会烧上两个星期左右 我们这个龙香的特色 我们这三只龙香 它的重是30吨 我们有9条龙 所以我们今天的仪式 是也能够带动所有三年性的风调一顺 所以希望来年会过得更好 西天宫接下来还打算设立天坛 预计会在三年内完成 同时也要打造一个全马独一无二的音乐喷泉 此外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之前 西天宫预告会给善信和游客带来特别惊喜 西天宫里士们希望可以通过各种活动 将刮拉比劳这座小镇打造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